慈悲奏就生命之美 接下来请收看中华德育故事 中华德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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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大人不用担心 老夫人她没事了 娘 您吓死我们了 只要你们兄弟俩平安无事 娘就算走也走得安心了 娘 娘您安心养病别想那么多 您不会有事的 我和文昭也不会有事的 参见岑大人 免礼 我让你调查的事可有结果 大人 小人已经调查清楚 那朱友德和张德利 大哥 文昭你跟我来 我有事跟你说 是 文昭 我上次要你跟朱友德 张德利二人断绝来往 你不以为然 大哥 从那以后 我没有再饮酒 没有再迟到 工作也没有再犯错误 您为什么 总是要我跟朋友绝交啊 因为他们二人德行有失 哥 您不能总是看人家的过去啊 他们已经痛改前非了 你怎么知道 他们已经痛改前非了 他们现在开了店面 生意特别的红火 是他们跟你说的吗 是啊 好 那你随我来 看看他们究竟在干什么 来看一看吧 都来看一看 上好的货呀 这位客官 您可真是货呀 您手上拿的 正是当今皇上 小时候佩戴过的 什么 你说这块玉石 是当今皇上佩戴过的 是啊 这皇上佩戴过的玉石 你们是怎么拿到的 不瞒您说 我们有个朋友 能够自由出入皇宫 这玉石 这字画 包括这个燕湖 都是皇宫里边的东西 真的假的 你们那个朋友 是干什么的 我们这个朋友啊 可是大有来头 他呀 官拜教书郎 名字叫陈文昭 陈文昭 是啊 陈文昭 他的大哥 就是中书令 陈文本大人 陈文本大人的弟弟 是你们的朋友 如假包换 如此说来 这玉石 真的是皇上佩戴过的了 我要了 客官 您还要点什么 今天先不要别的了 以后再说吧 你们竟然欺骗我 文昭 你听我解释 你还解释什么 你告诉我 你们开了店面 做了正当的生意 你们 你们是在做正当的生意吗 文昭 你听我说呀 我们做正当生意 得需要大量的资金呢 于是 你们就接着欺骗客人 而且 而且是用我和我大哥的名义 去骗人 文昭 我们这是迫不得已啊 这样吧 我们赚的钱 咱们五五分账 你们犯了错误 死不悔改 还要用钱来贿赂我 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文昭 不要再说了 咱们从此 恩断义绝 文昭 文昭 不要再骚扰我弟弟了 望你们好自为之 大哥 我错了 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 只要过而能改 你仍然是我的好弟弟 大哥 哼 诶 娘 给您 药 药 娘 大夫说了 您喝完这碗药 就会痊愈了 您感觉怎么样 我已经没事了 这些日子 你们每天都陪着我 辛苦你们了 娘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娘 您只要没事就好 娘 您再休息几天 我们兄弟俩陪您卖出散心去 好好 你们真是孝顺 老爷 德龙钱庄的赵掌柜前来拜访 说要见您 德龙钱庄 我与这家钱庄并无关系 请客人去客厅相见 是 老爷 参见陈大人 赵掌柜免礼 不知赵掌柜找本官有何贵干啊 草民此番来见陈大人 是请陈大人还债的 还债 本官似乎并没有向贵钱庄借债吧 陈大人 陈大人您是没有借债 可是另一位陈大人 你是说我的弟弟文昭 嗯 正是 本人 本人陈文昭向德龙钱庄借贷白银五千两 以此为惧 赵掌柜 设帝借债一事 本官并不知情 待本官问明设帝之后 欠债一定归还 要参大人这句话 草民也就放心了 草民告辞 文昭 大哥 文昭 你随我来 我有事跟你说 文本 看你这么着急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 没事 娘 孩儿有些工作上的事 要跟文昭说 哦 文昭啊 快跟你大哥去吧 不用管我 是的 娘 孩儿马上就回来 文昭 去把门关上 是 你看看 这是什么 这 文昭 你怎么解释 哥 这字是我签的 可我不知道 这是张借据啊 这话怎么说 我记得 有一回我喝醉了 友德和德利 让我帮他们签一份担保书 我当时神志不清 稀里糊涂的就签了字 换了鸭 后来我问他们 他们说没事了 原来 原来他们是在骗我 这 二弟啊 你太糊涂了 大哥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围巾之计 只有找到朱友德和张德利 方能证明你的清白 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们 他们就住在这里 是的 友德 德利 你们在家吗 友德 德利 我是文昭啊 你们找朱友德和张德利吗 是啊 大嫂 您知道他们去哪了吗 你们不用在这等了 他们前几天就搬家了 搬家了 大嫂 您知不知道他们搬哪去了 不知道 大哥 都怪我不好 不听您的劝 和德行不好的人交往 才会有今天的恶果 大哥 我该怎么办呢 事到如今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明日 我试试求其他的同僚帮忙 希望能够筹到五千两百银 不过这件事 千万不能让娘知道 我知道 大哥 我对不起您 我们兄弟之间 不要说这些客套话了 你能够从这件事中 真正汲取到教训 也就是了 大哥 时候不早了 你回去休息吧 是 大哥 娘 娘 您想见孩儿 让下人通传也就是了 怎么您 你们兄弟俩还想忙我到几时 孩儿不孝 我知道 你们不把事情告诉我 是怕我担心 可这么大的事 你们俩隐瞒 我就不会知道了吗 娘 是孩儿不孝 是孩儿连累了大哥 连累了咱们岑家 孩儿真后悔没有听大哥的话 这一切都是娘的过错 在你小的时候 你大哥就反对你跟那两个人来往 可娘一直没有重视 才会酿成今天的大祸 娘 您是爱护孩儿 可孩儿却害了您 娘 事情已经过去了 您不要难过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 温昭欠下的债如何偿还 娘 明天孩儿求同僚帮忙 相信能够抽到银子的 文本 你不能这么做 娘的意思是 你这样做会影响你的清誉 况且这是咱们自家的事 没有理由去麻烦别人 那我们 我们卖了大宅 娘 我们卖了大宅 住哪儿啊 随便一间茅屋便可以居住 娘 万万使不得 您的身体 我没事 古人说 无债一身轻 你去求同僚帮忙 同样是欠人家的债 就算住在大宅里 也不会心安 什么是福 心安是福 可是娘我这 我意已决 你们不用再劝我了 是 娘 娘 我们回来了 娘 您怎么了 娘 您何出此言呢 你要是有什么意外 让娘怎么活呀 娘 娘 事情已经过去了 您不要再去想了 咱们一家人都平安无事 福福何求啊 这是陈大人的家吗 陈大人 您搬来了这里 可真难找啊 公公 您这是 撒家奉皇上之命 前来宣旨 陈文昭接旨 陈 陈 陈文昭接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教书郎 陈文昭得行有失 致使家人流离失所大逆不道 金匾陈文昭去边疆任职 净思己过 钦此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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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醒了 文本 您一定不能让你弟弟有事啊 娘 您放心 孩儿一定不会让弟弟有事的 众爱卿今日有何事起奏 臣曾文本有事起奏 启禀陛下 臣带涉帝来赴京请罪 啊 臣臣 曾爱卿犯错的是你弟弟 你何罪之有 陛下 涉帝得行有失 全是因为微臣教导无方 臣请陛下宽恕涉帝 臣愿以待涉帝受罚 啊 大哥 您不要这样 大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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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卿 爱卿 这件事与你无关 陛下 陛下 一切都是微臣的错 陛下 只要不将微臣调离京城 微臣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您可以罢微臣的官 学微臣的职 您不要让微臣离开老母亲 陛下 求您了 陛下 臣也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求您了 不要让涉帝离开家母 陛下 求您了 这 陛下 岑大人母子情深 您就饶恕他们兄弟吧 是啊 陛下 教书郎大人也已悔过 您就再给他一个机会吧 求陛下 开恩 众爱卿平身 爱卿请起 朕答应你 谢陛下 朕看在你们母子情深 你有心改过 满朝文武又为你求情 朕饶你这次 下次若再犯错 朕断不轻饶 谢陛下 谢陛下开恩 文昭 你 你没事了 娘 孩儿没事了 孩儿让您担心了 自此以后 一家人过着母慈子孝 胸有地宫的幸福生活 文本其恩的感人事迹 不仅在当时传为佳话 而且流传至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 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 生且场照 水路普渡 大灾圣会 祭众神联合祈福法会 法会时间4月3日到4月16日 4月2日下午3点 法会洒尽 朝请 4月3日到4月9日 梁黄宝灿 摘天 普佛 4月10日到4月16日 水路仪轨 法会地点 桃园独足慈母宫 桃园市独足区大兴路1076项116号 报名电话 清洽 元亨市台北讲堂 新北市新庄区长青街17号 洽询电话 02-2991-8555 02-2991-8555 静邀十方善信大德 广直福田 成就无量敬业 身着身福 调福至心 成就佛心 佛在《涅槃经》中说 居家破载 犹如老狱 一切烦恼 因之而生 在现代人的生活中 取得一个宁静修行的机会 桃园佛教脸色 2022第六届短期出家 日期111年6月6日星期一 至6月12日星期日 离请上明下矮大和尚 为德界和尚 上亿夏英大和尚 为杰摩和尚 上务夏禅大和尚 为教授和尚 报名资格 据郑静郑先知三宝弟子 愿意发心学习 僧团生活 身心健全者 报名须知 提供 实术 讲义 僧福 传戒地点 桃园佛教脸色 报名资料经审核后 统一即发报道通知单 请勿重复报名 报名方式请以正凯书写报名表后 寄送或传真至 桃园佛教脸色报名 报名表内请确实书写 联络电话 联络时间 避免无法联络 延误报名作业 邮件报名 E-mailtybl.tybl.tybl at gmail.com 报名表请至 宝称宏法电视台 桃园佛教脸色 台北农民寺网站下载 电话 03-339-7021-3 传真 03-339-7020 地址 桃园市 桃园区 朝阳街12号 大智度论云 孔雀虽有色原生 不如 红叶能远飞 白衣虽有富贵力 不如出家功得胜 欢迎踊跃报名参加 其实所有的环境的破坏 都是因为人的问题 但是我们要解决 所有的环境的破坏 必须再把人 放回去这个体系里面 才有办法 我在2010年是有一次机会 因缘跟着领务局的一些长官 跟一些NGO的朋友 一起到日本去参访 那个参访的主要目的 就是参访日本李山的案例 也因为那次的参访的机缘 让我认识了严建子记先生 他是日本在 之前台湾有一本很有名的书 叫做半龙半X 那其实就是日本 在推李山倡议的一个烂伤的起源 所以在那一次的经验里面 我们在眼镜之际的故乡 林布市 他带我们去看一个梯铁 哇 让我非常感动 你知道那个梯铁 其实我们小时候就 在山上就有很多梯铁 可是我们都废根了 可是日本的梯铁是 你就顺着山那个林线 1010的非常非常漂亮 然后日本种到种的非常漂亮 然后日本山上 你像看山上那个血水 融化出来的干净的水 就像我们之前在八岩区 都那样的干净的水 然后所以这样子的梯田的地景 不但提供了文化的厚度 就是你看到视觉的 文化的景观的厚度之外 你还看到因为这些水 因为这样子 你用无毒耕作的方式 用有机耕作的方式 其实让很多动物在里面可以生存 比如说水里面就 光是水 水是所有生物的源头 光是水里面就有田螺 又有龙源 又有很多小鱁小小在里面 甚至水草 你看到都会心情很愉悦 那甚至到晚上你愿意做夜观的话 晚上连路都会跑来喝水 所以在日本的里山经验里面 那我看到说原来 我们不用刻意的去保护任何一种物种 我们只要先把人 当然先够肚子再够不做 先把人的肚子顾好 但是心有一律之余 我们只要人不要求太多 我们把环境顾好 原来我供养的这一块稻田 不只是养活我自己的生活 其实还养活了整天三万的动物 所以这才是里山倡议的一个核心价值 就是说我们只要不要农药 不用化肥 不用除草剂 我们就友善的对待大地 那你知道 我们只要取我们就该取得 我不会要求说 我的一分地里面一定要种出2000斤 也许我们只能种出1000斤 但是我种出2000斤 不断地用化肥不用农药 我要创造出最大价值之外 当你愿意放下这个沉浸跟观念的时候 那你就会学会跟大自然相处 青蛙就会回来 所以青蛙回来是 你看所以这个大恩的画面多么漂亮 就是人可以跟大自然共生 人取得他应该有的道子 然后青蛙也因为你的友善耕作 他有地方可以下蛋 他就会给你最棒的大自然的乐章 其实近来还不止青蛙而已 还有更多的生物也都回来了 每一个迎面而来的陌生人 他身上都有你值得学习的地方 那关键是我们愿意用更开放的心胸 去讨论我们认知的一件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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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